現在用那個讀書會的那個官網 有點小成績了 我們先講中文好了 早上又有把中文的部分重新看一次 那主要是那個攻略Howard Data的這一篇 然後它中文的部分就是說 它這個目前理解啦 就是說 我們知道其實那個JavaScript有一個什麼assign的那個功能 那個assign就是要去用這個invenable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在這一個地方跟程式搭配來看起來的話會有一個效果就是 它會有個tree 它會有個redust tree 那這一個畫面呢 它就是一張一個節點 那我今天如果我做了一個動作 你有發現那個節點會改變 那每一次改變呢 它就是一張 它就是發一個assign去改變它這個invenable的字 那它有點類似那種 一個區塊鏈一個區塊鏈的那種感覺 那 那 然後那個 改變了一個狀態它就會有一個這種 一個一個一個 它這個都是同那個 那個 就是那個tree啊tree 它是紀錄所有的tree 那你就可以返回去你剛剛的tree第幾個步驟 你就把它回上去 就是一直往回 那它這就是那個 它有這種 逃退的那種功能 invenable就是有這種功能 然後 它還有更 比較特別的就是siggring 那 我們今天主要花時間都是在講這個siggring sigg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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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就是那個 我們先講list就好了 list就是把那個 就是其實它這個跟 跟我們的那個 我們一般的JavaScript的那個 陣列都差不多啦 就是把它取出來 你也可以塞子進去這樣子 就是給它預熱子 然後你還可以塞子給它 都差不多 Immutable 這對幹嘛用 Immutable 它就是 它是一個不可寫 不可改變狀態的一個 一個 東西然後這個是一個框架 是Immutable的框架 它去實作了Immutable 這個東西把它擴展開來 然後它會有很多的 韓式庫這樣 那我讓我再講一次 我剛剛沒有表達很清楚 因為我第一次聽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也是有一點 無沙沙的 然後它這邊有很多的功能 看一下 還有很多韓式庫 那它這個東西有點像什麼 嗯 我們來講那個Function Programming好了 好 這個有牽扯到一個東西叫做Function Programming 那Function Programming是在幹什麼的 它就是說 你的值啊 像我們知道Maping跟那個Reduce 然後還有什麼Fill 就是把你原本的資料傳進來 然後它會做那些值的做改變 那就是它會在裡面做運算 那它Immutable裡面有很多東西 也是都是類似那種 概念這樣子 但是它跟一般的東西 又有一點不太一樣 它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 一個結構體 那它的東西是說 嗯 比較快 然後跟一般我們的UpJr 的東西 在做一些運算的時候有差別 那 那還有另外一個 我們會用到Immable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的Reactor裡面 會用到剛剛講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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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東西 這個 這個 一般我們在寫 寫東西的時候 就是 可能你會把你的東西寫在VAR裡面 那個就是一個 記憶體 那它不是 它是 它是 一整個Tree 它是SharingBob 一整個Tree 那它 它在 它 Related的東西就是 它會 你有Random的時候 你有資料 這個Tree改變的時候 它要去Random你的 你的 那個 那個 畫面 那它怎麼去做到這一點 那它就去比對這個 動啦 比如說我今天 我這邊 我的動畫沒有移動了 我這邊有移動了 它就會去改變它的畫面 它是去做比對 你到底是哪些的改變了 然後它再去你的前端去做 你的紙有進來了 那你看你要怎麼做呈現 好 那 這張圖 你就可以把它想像上 它就是一個invailable的東西 這樣子 那 為什麼叫做不可改 你看明明就改了啊 它這邊就改了啊 我一開始就一直卡在這個地方 它明明就改了 可是它的所謂不能更改是說 它的這個Stay啊 它其實是一直往下加一直往下加的 它整個東西是一直往下加的 我們可以回來看這張圖 它這個還是 它還是同一個狀態嘛 它是一張圖一個狀態 一張圖一個狀態 它只是把它回覆 回覆而已這樣子 比如說我現在 有做了一個動作 它就 又加了一張圖 一張這樣一模一樣的圖 到下一頁這樣子 那你就可以 先看一下喔 它這邊好像有一個更漂亮的圖 可是我不知道那個怎麼用出來去 它就是好像你今天新增的一個空檔 就加一加一加一 那一直加上去 那可是你東西還是 它還是一個invailable啊 它是不能跟 它不能去把它消滅掉 目前我的理解是這樣子啦 對啊 它就是你只能一直往下加一直往下加這樣子 那它的特性就是 欸你可以回縮啊 因為它是不能幹 因為那區塊鏈有點像 好 那這是我目前的理解 那我們就繼續往下攻略喔 等一下 哎呀 我忘記了 好 然後這邊的話 我們 早上還有看到一個功能 叫做 快速的複習一下 好了 就是 回到介紹 其實我們還很多沒攻略 我們做攻略前面的簡介 就有些OA名字 好 那我們就 再次說 它這邊是一個 嗯 嗯 cannot be changed 它說是說 你就是你不能 你創造的所有資料就不能改了 好 你一旦被創建之後 就是我剛剛講 那張 節點 它就永遠就是存在那裡了 好 不是那個點喔 是那一張圖喔 那張圖 你創造一次之後 它就不能再改了 然後你在 你在改變節點之後 它又另外產生另外一張圖 這樣子 然後 聽起來好像會有那個 就是它好像不斷在cash 資料 然後 最後越來越肥 是這樣嗎 它不會越來越肥 它的記憶體都是同一個 它這樣反而會比較小 但是你不是說都 就是資料不會被 被改變 你看你建立什麼 就是 它不是 一直夾一直夾 夾下去這樣嗎 因為它是 每一個 做一個動作 它就會有一個 State的改變 對 就是 但是 它的State 它不會被 被 真正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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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中文好了 好 那 那 第一個部分就是 它 就是 它 讓你的速度又更高層次 然後是速度很快 然後 它 爪 快 爪 先把他的麥克風先關一下 然後他等一下會講到一個signize 那其他部分mapping的部分都差不多 可是要有一點概念就是說 Evailable他跟我們一般的 來看程式碼的話他的那個架構是不一樣的 比如說在這個reducer 我們知道reducer就是在做這個Evailable的部分 然後State傳進來 他就是他程式碼來看剛剛那個架構的話 你的東西發存進來了 然後你把兩個東西加上去 去改變這個State 那他這個State不是被你去Change喔 他是新增一個State給你 舊的就放在後面了 就是 發嘴一下 為什麼你的VS code 你的點點點沒有挑那個紅色的 為什麼我用 因為我的是新版的吧 我也不知道耶 好好 還是你有開那個ES什麼link之類的 我不知道啊 我的點點點是有紅線的啊 奇怪 沒關係啊 我最近有更新版本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個 他可能在更新吧 好吧 那他這個地方就是他在始作剛剛State的部分 那在ES5的寫法就是 這是ES6的寫法嘛 那ES5的話好像是什麼 那ES5的話好像是什麼 我理解就是這樣子啊 他就是在做這個 還是這個東西 他產生出來的那個格式 跟我們一般的object不一樣 所以說 我昨天遇到一個前輩 他是跟我講說 他所有的東西 就用emailable 這種框架去做 所有的變數喔 包含我們前端所有的 我們就不用這樣寫了 我們就不用這麼寫了 我們就直接傳職進來 因為我們已經在前面已經做改變了 他就不用在這邊再做這個動作 所以他所有的動作就會不用在這邊轉來轉去 那比如說我們今天在前端有要撈資料的時候 比如說在table State 那State是一個節點 這個 因為有些狀況有時候 你好像他 這個我還不太確定啦 因為他是說 他連這個東西就是全部 已經變成那個 immunable的部分 那你到後面就不用再改了 所以 他是說這樣的速度會加倍許多這樣子 那像我們這邊的話 我們這邊可能抓出來的部分 還是一般的可能就是 一般的可能就是 Force啊 True啊 可能就是JavaScript的那些 形態別 就是Number Stream 什麼的 那些東西 可是你到後端的時候 你還要再做一次改變 就是到你的Reducer的時候 你這邊還要再去把它加到這裡面去 那也就等於說你還要再做一次這種工 那這個速度就會拖慢一些些 那如果你是極致效能的話 你如果人很多的話 你可能就是全部改immunable 你的速度就會 就是會變得很快這樣子 目前理解是這樣子 然後他這邊有一個 我們早上在講的部分 有幾個部分可以聽一下 就是說 比如說 這一個Mapping 他用的一個範例來講 就是 先講那個Mapping的部分 那Mapping的部分 就是他 這邊可以問問問題 就是說 比如說我今天把immunable 先引進來嘛 那我這邊我給他預設值 就是123 那我這邊Map 我今天 我Map 我這邊set B等於2 就我們剛剛的那個動作 而言 你在set的當中 因為他是immunable 所以他不可能 你在set的當下 其實他就是產生了第二張表 那你把第二張表射給 這個Map 所以我們現在取1跟取2 的時候 他的狀態是B 他這邊就會是長這個樣子 B 那如果我們今天在做一個動作 我們今天把他 Mapping是3 那這邊 用 用50 那一般來講的話 有時候我們在 在JavaScript該面 你這邊把他set 50的時候 即使你這邊 你沒有 你這邊的話 你就會改變成50 那這邊差異性就出來了 好 這邊 emailable跟那個JavaScript的差異性 你就可以 感覺到很明顯的 有點不太一樣 那我這邊再把他打印出來一次 他 他emailable 他這個特性就跑出來了 他不讓你 他其實他是沒有更改的 他只是 set的當下 他只是產生出來一個 Mapping3這樣子 那這就是emailable的一些 比較基礎的部分 那他就是可以有一些 不能更改的是他唯一的那個 中子 他是一個很特殊的一個 資料 資料結構的型態 這樣 然後 用Expore不是就可以了嗎 蛤 就是 我記得不是用那個Expore 來定義 他就不能更改了嗎 你是說 什麼東西不能更改 就是 他這個 強項 就是說 你的資料一旦宣告之後 就不能再更改了 就是 immutable 應該是這個意思吧 對不對 對對對 另外一個東西 不是有一個時候 就是你在 那個 宣告那個 套件的時候 都會用一個Expore 那個什麼 你說Cust的這個嗎 長量嗎 對啊 這不一樣 現在他這個只是他的基礎 一本的東西而已 哦 後面還有 還有 他最主要的東西 是在做比對的部分 比如說你今天 你今天 Map1 跟 Map2 Map2 的Echo 比如說你這樣 比對還好 你今天 比如說我們這樣子 是123 那一般我們在做 比對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有兩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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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什麼 那個 那個 要做比對嗎 那以前我們 JavaScript的比對阿 我們會把 A A跟他的A 比對完 A跟B 比對完 A跟C 比對完 我是指一致性啦 你可能就是你 你可能要去這樣做比對 那 A跟他比對 然後再再跟他比對 然後有不一樣 再反悔 可是這個 immunable他有個東西 他可以編碼 他可以把這段東西 直接就編碼成一個 兩個東西 然後他也這樣 編碼 然後有一個字不一樣 他就不用 這個字不一樣 然後他就去比對 那你這樣 字串在比對跟你 一個一個這樣比對 當然是這個比較快 因為他很明顯 就是兩個就是不等於 那他這個東西 他很明顯的 immunable的東西 你速度就提升 就贏他 贏我們一般 JavaScript的那種 那種 那種 形態別這樣子 那他這只是一個 immunable 裡面的一個 比對的功能 然後 還有一個功能就是 sequence 等一下等一下 那他那個比對 他編成那個 字串嗎 那假設一樣 那個A跟B一樣 是 就是123 123的話 他編出來之中會 一樣嗎還是不一樣 這兩個嗎 你說這樣子 兩個編出來嗎 對對對 會一樣啊 會一致啊 他就是A等於B 然後就回傳2 這樣子 他好像是用Eco 等一下 我記得好像找到 那搞不好自己又再加一個 什麼 什麼 什麼ID 有沒有 完全不會一樣的 呃 其實好像 好像不會 因為他算是指那個 兩個狀態有沒有 一堆一模一樣 他好像是下這種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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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還在學啦 因為我講錯人 有人是倒在給我糾純一下 我也不知道啊 我是 是昨天那個 大家就跟我 然後我剪掉 然後我就 欸 好了 你可能是 欸 等一下 我猜一下 這邊是康熟啊 你拼錯了 你拼錯了 喔 對對對 喔 就是Q 而且他速度 比如說你這個 這個政略真的是 複雜到一個不行的時候 你就很明顯的 可以感覺他的差異性是 兩個在比對的時候 那種速度是 差天差地的 欸 那我再問一個好了 假設你的 你沒有做這個 那個 AE23 ABCE23 這個東西有沒有 假設你的 是一個物件啊 對 會正常嗎 會正常啊 你是說他 他自己又是一個物件 那樣子 對對對 那物件裡面還要塞方訊啊 方訊喔 對啊 物件裡面要塞方訊才叫物件啊 換的 對不對 要物件要 變數要有常數 什麼都要有啊 這樣子喔 可以試試看 因為會不行 才應該是不行 因為我覺得 我遇到一個類似的問題 他就會變成 就是他會把他改寫掉 嗯 可是他是Innoable 所以我不知道欸 我不知道 我猜猜 我猜猜 因為我用那個套件 他會把他改寫掉 那個就是 Rof and Walk 也有類似這樣的東西啊 然後我就 我就傻傻的 就在那邊塞物件 然後再出比對 看他怎麼永遠都不對 原來是他會改寫 他會用半疊 他會用半疊 可是這樣感覺上 我把他改成C好了 我把C改一下 C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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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思是這樣子嗎 然後 我這邊 不知道 他我會把他當作是什麼 是Function 這邊應該是跟第三個不做比對 現在是FORCE嘛 那我現在把他跟他改一樣 FORCE FORCE欸 嗯 哈哈 會改寫 對沒錯 嗯 Function 應該是對 應該是FORCE沒有錯啦 我把3印出來好了 因為我不知道 這個東西 可以把他的自身印出來喔 可以嗎 我不知道 Function印出來 不行 他不行 C 嗯 好 這個已經商注我的理解之外了 因為他變出來 你說他變成自章嗎 他變出來自章長什麼樣子 我比較好奇 因為這個鏡頭好像 對阿 不是只有他用那個 那個Bull Framework 可以用的這東西 所以為什麼它變一變最後都不一樣 就覺得很奇怪 我還沒研究到那邊 先給你有個底好了 每天你遇到一樣問題就覺得它是領域現象 OKOKOK 所以說你們在用完那個 我本來也有用到Emmelable這個東西 沒有它不是Emmelable 它也是類似的你剛剛講的概念 它就是會重新改過這樣 所以就很奇怪 對啊 收盤收盤 好啊 等一下到時候那個有搭搭來再問它好了 好 那我再講一個我知道的部分 就是Synchronize這個 這個早上也有攻略 那它這個東西就是 它可以用點點點一直點下去 然後它可以把很多東西串在一起 然後先放在旁邊 你要到時候你要用的時候 你再去用它這樣子 那 那為什麼用到延遲這個東西? 它這邊這個範例可能還看不出它的 它的好處 這個看不出來 因為它這個只是跟你講說 你它可以放在旁邊 然後它定義了八個洞 好那你要用哪個洞的時候 比如說我用E你就把E 那它要符合它就去運算出來那個結果 那它這就是Function for Gramein的部分 那這個還看不出它的效能在哪裡 那能看出來的是在這一個東西 那這邊就很神奇喔 它這邊是寫一到無窮大 好那這個就很可怕了 你Emmelable你就把它設定這麼大的一個東西 那你要去跑這個運算 那感覺上一下子就會爆掉了嘛 但是它這邊就開始先給你做延遲 你就先延遲 那你從Skip 1000就是有點類似說 我從1000開始算 那這邊就是1001開始算 那這邊是Mapping就是先把這個動作先反轉 那我要從-1001-1002-1003開始算 然後Filter Filter就是過濾 那我是取那個偶數 所以是1001會被過濾掉 我這邊就是1002-1004-1006這樣子 被那個取出來會過濾掉嘛 可是它是無窮大的 你看光是一般我們的城市運行到這邊就 一定就爆掉了嘛 那它的顏值是真正生效的地方 我基本上是在Tech這個部分 那Tech是它的進入點 然後2的部分就是我取兩個 那我這邊就開始去做前面這些事情了 那就是避免它 你這邊你一定會收入一個有限子嘛 它只是先跟你定義一個巨量的一個 東西讓你去說 我有這麼大的東西可以跑哦 那其實 這樣子的話 它這個延遲的效果 我們就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定義了一個很大很複雜的運算在這邊 但是 我們要用到什麼時候 根據我們的 需求去做Tech 或者是其他的參數的 上面是用參數輸入的方式去 去做這個動作 那這個就是這個是一個延遲的效果 好那Reducer的話我們就是 把 這邊我先開一下那個 等一下 這個Reducer這個也蠻有趣的 這個就是我們剛才有講說我們是取出1024嘛 那它初始是1它會先帶到 然後 我記得好像是N吧 N-1 然後 所以是1024 乘以 1 等於 1024 這是第一次啊 那第二次的時候 這個就是這個東西 第一次就是這個 1.24應該是 我忘記是前面還是後面去了 反正第二次就是把運算出來的這個結果 如果 替代成這個1 好所以說它要再跑一次 跑一次進來 那 那已經是一個 一個已經是1024了嘛 那它第二個東西是 1002啦 講錯1002 1002 1002 那第二次是1004 然後 第一次進來的時候就是 就是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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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 這邊 1 1 因為1代進到這個N嘛 然後這個R就是 1002 好這是第一次的結果 那第二次的N呢 它就會變成 這個東西就會變成是 1002 這個N就會變成1002 那這個R呢 就會變成是 1004 就是我們根據 因為我們取兩個嘛 那根據上面這個結果 然後它就會帶進來 變成 1004 乘以 1002 那所以說結果就會是等於 106008這樣子 那這個結果是這樣算出來的 那這個就是它的 我們早上攻略到就是 攻略到這個 這個這個地方了 那它其實還有很多地方在等著 我們攻略 那我們就繼續攻略下去 好 攻略中文就好了 中文已經完了啊 中文就講到這裡而已 它中文的部分就只有轉到這裡而已 就講完了啊 它中文的部分就講到 Signalize啊 然後List M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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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講過了 那List也是一樣 你剛剛說Signalize那邊 它是怎樣 我聽不懂 就是說 Range是它自己提供的嗎 Range沒有 它那你可以自己定義啊 像它這邊就是先定義一個 12358 你也可以把它用成是一個Range Range 你可以那麼多 5到5千大 5千大 然後Skip1400 從1000開始算 可以算 然後再到Map 反轉成-1000開始算 然後再Fitter 就是過濾 就是我只要取偶數就好了 一千進來 等一等一等一 是True的話還出來就對了 對 Tag2有什麼 Tag2就是我想要取 取兩筆 我要進入點 因為我這麼大 1到5 雄大 可是我這樣 的話我都放掉了 那我今天我的 我先把這個先寫好 所以我可能要取4筆 有可能吧 取兩筆 是因為後面的Reducer 因為它要RN 就是第一筆跟第二筆 這樣去算就對了 這個意思吧 對 你也可以取4筆啊 Reducer就是反覆的去做啊 就是你刷過來 然後再把紙再反回來 然後再把紙再反回來 然後再反回來 這樣子 哦 了解 所以它只做了兩次而已 是這樣嗎 因為Tag2啊 如果你Tag3的話 它就會把100 什麼100 我們來試做這個看看 好像是會取更多的東西 沒有Console 沒有Console 露個出來 這個它怎麼露得出來 我有點不知道 我們用一個紙來接它 應該是 是不是在那個啊 Reducer那邊在 它會倒這個Data出來嗎 我不知道耶 試試看啊 等一下你才是Promise啊 不知道耶 試試看 因為它的資料結構 跟我們之前認知的 好像不太一樣 那對不對 可以 可以 哦 它這一次倒的結果出來了 那我這邊3的話 它就會再乘以1006 這個數值它再乘以1006 為什麼加一個負號 正負正負再切換嗎 一次是正一次是負 一次是正一次是負 那我再取4的話 它就會變成正的 對沒有錯 那就是這就是 因為是負的嘛 它是每次都從 Tag之後從這邊泡一次 泡一次泡一次泡一次 這個沒品這邊我 我實際上我啊不是很熟啦 不過感覺上就是它是正負 正負 運算一次就是把正的 加進來 再一次 再次把負的加進來 這樣子 所以要乘的時候一次是乘以真的 一次是乘以負的 反正anyway它就是 類似這種延遲的概念 你可以先把一個巨樣的運算先 先設定好 然後你可以再去看你要去取哪一個東西 好那這是目前的理解 那有要攻略英文嗎 那如果有攻略的話就來念一段吧 嗯 早上是念到 英文還有什麼還沒介紹的 我就是 你剛剛說三則 還有什麼 還要介紹 差不多吧 那Map,Map,List 就沒啦 還有什麼 對啊這邊都還沒講 我們早上就是只有講到 這個 這裡吧 我早上講到這裡 重複而已啊 就是剛剛它中文 其實就是 可能要從這邊開始攻略吧 因為這邊就開始講到它的一些 API 這個才是重點啦 因為Univable它其實概念很簡單 但是 它的功能怎麼讓它 發揮到極致 當然就是它已經幫你做好的API 去用它這樣子 不過我想 我比較想聽你的官網總體 要聽嗎 好啦 好 啊 啊 可要看其他的人有沒有興趣 其他人應該都上版吧 沒有辦法發言 沒關係 那我要講一下官網怎麼寫好了 好 那call call就是發佈在那個 我Github的官網上面 然後 那個office 先接給你們 那這個其實 從一開始講的話 你要先知道它的架構嘛 就是 因為我是用REATE START KEY下去去做的 然後 它的架構 你先講一下好了 它會有 主要的架構是在 SRC 然後它會透過 NPM START 然後它會Build到這個PUPPER 這個Build的這個資料架 那它實際上在ROM是 ROM build這個資料架裡面的東西 然後它有提供Tool 那Tool裡面會有Webpack 那Webpack裡面其實我們大概 我們之前 很多東西 沒有東西它都幫你加上去 可是我覺得這個不是很好理解 因為 我很多東西也不懂 那我就直接用這樣 因為它都 START KEY嘛 它就是幫你包好了 那可是反過來有一天 當你都很熟悉它的界面的時候 我就會再去反過來攻略那個 Webpack的Config 你才能做比較好的笑條 然後 它這個 回頭來看這個SRC的部分 有一個public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把這個public 理解為靜態的東西 比如說你今天有圖片 比如說我這邊你剛看到官網的圖片我都會放在這裡面 然後它就 你在build的時候 它就會copy一分到你的build裡面去 那這個是 是每次 你要重新NPM的時候 因爲它有Hot 它的repress的功能 所以你在改code的時候 你的前端就會直接 變了 可是你有時候會發現說 我東西放上去 我爲什麼圖 出不來 那就是因爲你這邊要重新build 你才有辦法去 把東西copy過去 它叫copy的功能就對了 然後 然後 這邊還有一個 東西 叫做什麼 我們先看config 更好了 這就是它的機器環境設定 那它有基本的一些FB的登錄 你如果你有FB的話 你可以用它預設子的 那個登錄的功能 那它登錄的功能 它配合這個passport 它都幫你綁好了 你也不用寫 你就直接把你的key放進來就好 然後 看一下 有什麼東西要設定 我選的是多國語系的部分 那多國語系的部分 你就可以在這邊直接加上去 它就會幫你產生出一個message的這個檔案來 你有身家 它這邊就會 那你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好我今天這邊都改好了 我有新增了 那 我也重新 NPS大了 可是前端的資料 為什麼還是沒有辦法做同步 它還是舊的 InfoMessage 那 原因是說你在這個message 你必須要做一個commit的動作 它這個很神奇 我不知道它怎麼辦到的 就是說 你就是要commit 它才會有效果 才能把你的東西真正的update上去 你的吃到的語氣才會是真的 所以這個跟你的github的東西有關係 然後接下來是講畫面配置的問題好了 那畫面配置的部分就是在Layout Component 我們先從Component跟Loader這兩個來講好了 然後 Component你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一個元件 那所有的元件呢 你可以從 透過 進入點是在Layout這個地方 Layout會把所有東西組裝起來 好有head啊 folder 然後所有的 所有的lautting 就是下面的lautting 就是根據你點到哪一頁 比如說我今天點掉的是首頁 我就把所有的東西載進來 你今天點到的是 比如說content 你就把content載進來 那因為我的那個menu啊 我是想說 每一頁都共用嘛 所以我就把它塞到這裡來 所以我就不用每一頁都去寫那個 這個部分 不用去寫menu的部分 這樣子 然後 我噴了一個錯 然後 這個是那個 因為我寫在外層嘛 我一開始是寫在裡面 然後我就慢慢抽慢慢抽 就把它抽到 剛剛Layout的那個地方去 所以說我今天換頁了 這邊是 MatchWalk哦 你看它 它雖然是換頁但是它還是SPA 它是新購Page 它還是新購Page的部分 那我換頁完之後 我還是可以點它 我今天可以這樣子點它 但是它的效果還是一樣 因為我把它寫在Layout裡面 等於說我今天我在 用所有的Louting的時候 譬如說我今天在 這個 MatchWalk這裡面 我今天 我在用的時候 它其實它是會把那個Layout的東西先載進來 把它包在最外層 再把我的東西放進來 所以這個Layout裡面 其實就包含了 我剛剛的那個Menu的部分 那我就不用 每次在那邊 那邊 都沒 因為我就設定說 我這支APP就是 每一個畫面都會看到 這個 這個東西 所以說我就把它寫在最外層 那這就是 ㄟ 記得Layout的那個Layout 不是用那個嗎 用那個它自己寫的什麼 UnoCellLayout 所以你現在沒有用它的東西 那個細節我們就不用管它 我們只要會寫就好了 因為它都已經 設定好了 我的意思是說 你這樣的話 你那個上面那個Page就沒有了 就是你的瀏覽器有沒有 你現在點每一個 它通通都變成是 都是一樣的那個PageName 就是都沒有變嗎 有啊有啊 你看我點那個線上沒有就有了 可是你那LawJS 然後你剛剛線上LawJS 跟線上什麼Duck 線上不是都不會變嗎 這個嗎 對啊 這個是我 你說所謂的變是什麼意思 就是上面的那個 網址啊 都沒有變動啊 對啊 因為它只是載路而已啊 它只是做一個載路的動作 可是這樣就是 以後會有問題 比如說我想要介紹我 別人去這個 讀書會的時候的網址 就是它可能想要給它介紹的是 Duck的讀書會 可是它變成每次都要 就是因為它沒有一個網址嘛 變成它每次都要用別的方式 那其實就是可以再改過啦 就是說因為它是SPA嘛 那我今天我可能我就會 現在如果要解決你那個問題的話 我就會開一個LawJS 因為你這個就是說 我今天要開放給人家臉嘛 對對對 然後這邊可能我就會開一個LawJS 比如說 比如說這個LawJS 底下我就會開一個LawJS 然後我這邊就是它的設定方法就是說 你可能就是你要先設定一個Entry 就是Index這個Entry 然後我通常我都直接就照抄啦 然後再去改這樣子比較快 然後 它原本是Serverless的部分 可是我這邊我就沒有做那個 大概是這樣 因爲我底下的這個東西我用到那個 開關嘛 所以我那時候就把它提升了一下 我把它提升為component 那我這邊再把它加一下 然後它這邊是 這邊我會那個 習慣裡面用大寫 那個LawJS用大寫 第一個用大寫 我是參考他們都是這樣做的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就是要新增一個LawJS 一個CSS 然後我們可以理解說 Index這部分就是邏輯的部分 你可以把你的Function什麼都寫在這邊 然後再傳到下一層 就跟我們在寫那個差不多的意思 那 那我這邊是因爲我這邊 之前是爲了方便它 取到一些我的變數 然後去開關 那個畫面 所以我把它做一個component的提升 可是這部分我之後會把它改回來 因爲我已經把它抽到外面去 這邊我就會單純去做一個Page的靜態的頁面 那我會把它改成成 類似像這個樣子 我會把它改成這樣子 這是一個Serverless的部分 那所有的邏輯我都會在上一層做 那它只是撈資料做顯示而已 好那我這邊就沒有做一個component的提升 我會把它改回來成這樣 那我之前是因爲一開始入門嘛 那我很多東西都不知道就把它塞到同一支裡面 那這個是 如果你要有網址的話你就得這麽做 那你這個做完之後 然後你還要在這個index這邊把它注入一個 那個 拿拉貝歐的路徑 這樣你就可以walk了 比如說我這邊做 好我這邊做demo所以我就隨便打 那我這邊先打 然後這邊就會改成 拿拉貝 然後還有什麽地方要改呢 好那我拿拉貝歐的那個lauter的這個頁面我就做完了 然後我也有去新增lauter 那如果沒意外的話 他應該就可以進來了 我看一下 然後他這個你有新增一個模組的時候你都要做一個npm start的動作 沒有沒有沒有那 watch哦 是冰液的部分啦 我記得他不是對 他直接有那個hariot的功能 只是說你有C模組的東西他不會包含在裡面 la rvl default 然後要進到 這邊 bug 錯 等一下 麻酒 波羅大大你是說 那個hariot的功能是沒有沒有包含在 就是我新新增一個新的 新的component他不會 他不會重新reload這樣 對對對他不會重新reload 然後這邊沒有改到 他hariot的部分就只有包含你的程式碼在做編輯的時候 可是如果你有那個新增一些功能的時候 他就 像 如果新增一個資料夾然後裡面有放放一些資料 他那個資料夾就不會重新 賭出來這樣子 對他就會怪怪的 沒改到啊 你那個hariot還是沒改到啊 上面上面 哪裡 上面 就是就是有標在上面一點 對 hariot hariot 你再上面一點 哦 有 是不是沒有接到 他再跟他重編一次 然後 然後 這樣 我 之後 看一下 應該基本上就沒有問題 哦 用NG啦 OK 你們應該就可以連進來的 所以 我們 OK 了 OK - 出,ok - 那個Node有開嗎? - 你剛剛編完之後那個 - 他們還是失敗了一下 - 又失敗了 - 看一下Node有錯誤 - 看一下Node有錯誤 - 你拚錯了 - 你在CSS打名拚錯 - CSS打名拚錯在 - 這個嗎? - 拉拉沒 - 拉拉 - 拉拉 - 少一個A - 少一個A - 少一個A - 開發這個就真的很討厭 - 因為他的東西都是分開 - 有時候你就載來載去 - 就會像這種狀況 - 我覺得react start key - 好硬喔 - 現在用起來 - 我覺得還不錯 - 很順嗎? - 還蠻順的 - 我有稍微看了一下 - 可是我有很多很多地方 - 包括他那個設定檔啊 - 那個webcat - 那個webpack的設定檔 - 也是真的是要弄懂 - 真的不容易 - 那個webpack的設定檔 - 那個webpack的設定檔 - 我也還沒有完全理解他 - 我覺得可以 - 我是覺得如果是要用到 - 那個SSR的話 - server-side render的話 - 我覺得用react key - 還是可以 - 用它來上手可以 - 可是我覺得如果 - 如果沒有 - 說SPA的話 - 也許是不是可以 - 可以用那個 - 一般那個tutorial - 教的那種方式就可以了 - 我甚至還是在想說 - 是不是可以不用webpack - 來 - 但是我不用webpack - 我知道一個問題是說 - 它那個編譯JSX - 的問題就會比較麻煩 - 這邊webpack - 其實有幾個東西還是要的 - 因為 - 成功了 - 那我這邊就可以直接打 - 因為webpack - 因為webpack - 讓我困惑的是說 - 它是把所有的component - Boundle起來 - 這樣我會覺得說 - 那是不是說 - 當然你可以分類 - 可是如果都bundle起來的話 - 那它的檔案 - 讀取就會很大 - 它讀一個JS檔 - 可能就是1MB - 2MB - 這樣子 - 嗯 - 對啦 - 其實 - 我也不知道 - 像 - 像我之後 - 像不是什麼 - 你前段 - 你還是要一個Polify - 你還是需要一個 - 電片去把它給打進去 - 要不然有時候 - 你的網頁會 - 資源度就沒有那麼高 - 對 - 那還有一個東西就是說 - 你可能你要ugly - 你的程式碼 - 你不想讓你的客戶 - 都看到你的pure code嗎 - 對 - 可是我想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 我就在想說 - 好像group - 跟好像有另外一個叫做什麼 - 也是G開頭的 - 它那兩個好像 - 就是特別在做一種腳本的 - 它是一種腳本的一種 - 我不知道怎麼解釋它 - 好像就是在做這些東西 - 嗯 - 當然沒有 - 是沒有錯啦 - group - 對對對 - 對 - 它們是做類似的東西 - 它們都可以達到一樣的效果啦 - 只是說 - 就看你怎麼去選這樣 - 因為wipec的東西真的是 - 好的好多 - 我就是想討論一下是 - Wipec 有沒有其他的優點 - 就是 - 就是group - 沒有的優點 - 嗯 - 嗯 - 嗯 - 阿克里的那個嗎 - 阿克里JS - 阿克里JS - 阿克里JS - 顧佩也可以 - 也可以啊 - 它也可以跑 - 阿不是還有一個什麼 - 嗯 - 欸 - 把圖片 - 就比較小的圖片 - 也要弄成字串 - 喔 - 喔 - 那個UIV的 - 喔 - 我知道你說那個 - 嗯 - 嗯 - 它 - 像它的output - 這種東西就設定 - 就很簡單 - 你就是直接這樣entry - 然後你看你要怎麼去 - 把你的東西output出來 - 那像gup的話 - 你可能就要寫比較多一點 - 可能要寫 - 因為它已經幫你弄好了嘛 - 嗯 - 我還想 - 你gup的話 - 你可能要自己再去 - 把這一段自己去試做出來吧 - 因為gup的話它有點是類似像指定列 - 它就是類似你的P次檔 - 它有點類似P次檔 - 可是你P次檔之後的東西 - 你可能要自己寫這樣子 - 喔 - 這樣子 -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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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當然啦 - 它這個webpack的load的那種套件也很多啊 - 可能gup的話的部分也是要一個一個自己去node - 可是它已經幫你整理好 - 你就直接這樣load就可以用 -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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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一點像集合的概念這樣子 - 嗯 - 就把需要的module就集合起來 - 放在同一個膠本這樣 - 對 - 像剛剛那個webpacking講的就是這個東西啊 - 如果我今天是在1000底下 - 我就把它變成那個bass64的那個方式 - 對對對對 - 然後 - 嗯 - 大概是這樣吧 - 那剛剛其實應該是跑起來了 -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patch - 啊 - 所以我要再查一下原因 - 因為有點忘記了 - 但我之前用那個match walker是可以跑起來的 - 嗯 - 這個match walker是我自己新增的 - 那它既然有跑起來表示我一個地方可能沒設定好 - 嗯 - 其實我做的動作其實目前是做這樣子啦 - 前端後端 - 那頂多是可能會有一個data的部分 - 我接下來要做的部分就是把剛剛的那個固定的塞到資料庫裡面 - 那我用 - 它預測是用那個關聯式資料庫 - 要用signize - 這樣子 - 那它這邊有一個config檔 - 你可以去定義你的signize - 是什麼 - 它現在是用 - 你現在資料是要放什麼啊 - 也要放 - 都市會的紀錄嗎還是 - 我現在我就慢慢會做啊 - 我會把那個論的排 - 就是以後我想要把 - 就是有來講個人的資料也把它放上來啊 - 然後內容也會重新在 - 活動清單 - 可以看到歷史的活動清單 - 然後全部都整理進來這樣子 - 我想說你是不是要去爬那個Facebook的那個 - 你不是都有發那個嗎 - Facebook的那個活動 - 會把它爬下來比較多 - 我會把它爬下來然後放進來這樣子 - 可是你要怎麼同步啊 - 怎麼在想 - 同步啊 - 這個要等那個 - 二月 - 二月多的時候就可以知道怎麼同步了 - 因為那個誰啊 - 湯姆斯要來講 - 湯姆斯要來講 -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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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看一下 - 呃我記得好像是二月 - 二月不知道是幾號 - 啊對阿 - 發熱的 -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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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還是湊一隻空 - 啊 - 就全部都可以就好啦 - 啊對阿 - 可是 - 但 Facebook board不是指訊息的部分嗎? Message group的部分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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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board是指爬蟲的board 機器人 那個是chatboard Message group 對對對 我一直以 我以為是chatboard 一直以chatboard代入 大家這個地方是指爬蟲的部分 喔 他Facebook資料的board okok 要開個window 這個可以拿來幫我 因為我看到board我也想說是chatboard 對對對 對啊我一開始以為也是啊 我有時候回頭看 欸很吵 最近都在看chatboard的東西啊 這個是 可是不一樣啊 這個是要教我們去 那個Facebook的資料 會拼到很多人進來 chatboard比較入門 這個比較夯的話題 可以比較浪多一點人進來 同樂 對啊 那大概其實我 就就是這樣子吧 就是 就是 Compone的部分我覺得 要比較注意一點 看有沒有什麼要聽的 我懂的大部分也沒有很多啦 不過大大你有想過就是 因被只要因被那個 Google的日曆進來 然後這樣的話大家就可以 就可以看那個日曆 知道這個 你所設定的那個 在日曆上面設定的活動的行程 有啊有啊 好像就比較一勞永逸了 就不需要跟那個 Facebook event去 sync 其實我前幾天有跟那個 Kevin大大在玩 就是在試這個東西 那是有成功了 還有給那天有來參加的人 這個我的那個Facebook 可是他這個會連我私人的行程都打上去啊 我有點困擾 這邊就有所有 像我 我這天要出去他也把他跑出來 跑出來 那我就覺得這個對我來講有點困擾 哦 他是把整個Facebook的資料全部倒進來 這樣子 所以我就沒有開放這個部分了 要不然我們是已經有 有導入進來 是因為是這樣子的 就是如果 如果你一開始你的 因為像你的日曆上面有幾個顏色嘛 季安的是灰色的 生日是藍色的 那就是說如果你設定的顏色 比如說是 是以橘色那個 那個線上讀書會的那個顏色來做 就是說你要先標示 先標示說是以線上讀書會的 那出現 就是如果你跟那個做做 做 綁定的話 可能他只會出現 那個顏色的 的資料 其實我想是可以設定的 嗯 可是這個部分是會 會錄進來的啊 像這個 這個東西才是真正的 那個線上讀書會的資料 然後你可以看他的日曆設定 那他是Facebook 他提供的連結 他也沒有讓我去 你說的那種編輯 他就是直接就全部都倒進來了 哦 你要看的話 你就可以從這個連結下去 看到 我說的那個 資料 這樣子 哦 我之後可能會把這個取消掉 因為這個東西 對 會看到個人的行程 有私人的行程 就暴露了 嗯 所以我還是比較偏向於 用FB的BOT下去去PART 因為他有現成的API 了解了解 因為我看那個FB的API 他其實是可以直接 你就可以撈你想要的東西 他就會直接付給你 哦 你是說私人的 Event的API嗎 他所有的Event的API都給你啊 哦 所以說你就不用這麼辛苦去 也不用寫PART 他就是單純就是你可以用他的 那個 對對對 不用寫PART 就是你用他的API來抓 抓資料 只是說好像是說是抓自己Event的資料 是嗎 嗯 對對對 你可能抓不到別人的 還是你可以抓到自己的 哦 哦 對那這樣可以 那這樣可以這樣應該很方便 嗯 只要 只要Chrome 就是只要定時 定時定時地期去去 去 去叫這個API 然後再把資料沉進去就好 嗯 對啊 我們這個FB的這個還沒有攻略 改天早天來攻略FB好了 哦 可以啊 因為我有 之前有花一點點時間 有看了 這個牌比較有看 剛剛那個immutableJS 完全就不懂 react我也沒有用 我沒有在用react 所以完全那個都沒有那個background 然後knowhow 這個有一點點 嗯 那到時候再麻煩比爾來幫我們 沒有沒有 不敢不敢不敢 就是大家一起就是 share一下 對啊 share一下知識 ok 好啊 看沃克林這邊有沒有什麼地方還要補充 沒有啊沒有 其他就 嗯 哦 不好意思我我我我 因為我沒有用react 但是對他又有一點好奇 是像reduce reducer這邊 他的任務是什麼 嗯 你可以把這個 action想像成說 像剛剛的那個那個 那個immable 還是先把一個東西先拿先做好 但是我還沒有用它 好我先把東西先做好 我今天我我做這個動作 我就會改改變這兩個動作 動作這樣子 哦 哦 然後這個是 Action 那Action的話 嗯 他會打到reducer的部分是因為 為什麼不直接在這邊就直接做改變的動作 是因為他 看看這個要怎麼講 他希望說你的reducer是個別處理的 然後比如說你今天打了很多Action 這個reducer他是比較佔時間的 哦 他是轉開來 哦 比如說你你今天我看一下我這個要 可能要回去那個 react reduce reduce 我現在學乖兒 就是看那個技術用語都不能從字面上面直接翻譯 像是剛剛我們看那個reduce啊 就是 immutable.js那個reduce 他講的其實大意是說是那個疊加 我不斷的去把之前的值 把 把 做完的值 放到上 放到上一個值 所以我用上一個值 再跟下一個值再去做 做 做互動 他完全reduce就是做一個疊加的概念 嗯分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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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分分分應該 跟減少是沒有關聯 哈哈 對啊 對阿 就是是剛剛那個 我哪這樣講就是這個運算這個 對對對 很特別啊 我之前也是不太懂 對 所以就是你把那個只想成result 我們這樣想用會比較舒服一點 就是說你把那個只想成result 然後乘以目前要執行的東西 一開始就是你的n這樣子 對對對,從一就是從第一個開始 如果map 的部分就是說可能是把它想成是一個array 然後那它從一就是從第一個array 的第一個index 開始跑 我會這樣理解,我會這樣理解 第一個就是跑-1,第二個就是跑-1,第二個就是跑-2 對對對,應該沒有錯 對對對,那這個就是那個array 的架構圖 那它是說你在這邊,主要是在這裡好像會有一點 因為它有說要去那個外層去取東西 然後我想看這要怎麼講一下 我上次看到的圖不是這一個 我們用那個什麼 那個我們讀書會那個結成大大的那個來講 嗯,好像是這個圖吧 就是它會把view然後你發 action出去 然後它就會改變那個值 然後可是你在改值的時候 它就會有很多reducer在做改變 它這個是為了要改上floss的東西 然後可是這個要實際要怎麼講 我不太會講 我只知道它是說它在這邊就幹嘛去 是不是可以把它想成是那個狀態 當我action丟了一個狀態出來 我把這個狀態放在reducer 然後跟這個store做一個比對或是互動 嗯,對,它就是好像這邊就是會 會有很多reducer 讓不同的reducer 它把那種任務全部都分散開來了 那之前的reducer其實是放在action的這個地方吧 對,了解 所以它為什麼之所以要把它放在reducer裡面 然後要分散來 就是說是要去管理它的state 對對對 是嗎 okokok 然後把它抽出來做管理 應該是這樣 了解了解了解 所以儲存就只是做儲存的動作 action只是做這個 我dispatch這個行為的動作 所以把它的分工都分得很清楚 對,如果是像 它這個reducer把它拿到上面就變成floss了 哦,okok 它就是沒有做一個統一的管理 就是每一個action它就一包 它就是一包一包 那你就是要個別去做管理這樣 哦 好像是這樣吧 了解 了解 不過我不是不太會講 好 那它大概就是這樣 不會不會我大致上 大致上有些理解了 恩 謝謝 那這邊action就是這樣寫 啊 你要篩兩個參數 那你實際上你在前端要用它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在 那個 不好意思 那constant是指它的常數嗎 就是 對對對 哦 哦 ok ok 那這邊的常數你這邊像你的reducer也會用到 就是 這邊 然後就要對應到你的那個常數這樣 哦 哦 ok ok 這邊就是從常數那邊抓進來 type 嗯 這邊就是不要用刮那個點點 這邊要用點點 這也是我碰到的一根 等一下 主要是這邊不要用點啦 如果你設定常數之後 這邊就不要 不要加這個 哦是哦 哦對哦 哇 你剛剛講講 強調的時候我才 才才才注意到耶 真的耶 沒有那個 單引號 對啊 因為它就把它定義到常數去了 哦 可是我不知道它這樣的好處是什麼 所以我也是還在還在想 對 因為看大家都這樣做啊 它預測也是這樣做 對 就是它的起手架就是這樣設定的嘛 所以 就只好我這樣做 對啊 可是我不知道這樣的好處是什麼 是可以重複利用嗎 還是怎麼樣 如果人事很大的時候可能就會有few了吧 是 我是覺得 不過大家用這個練習是不錯 但是如果真的很開發的話 其實 我政治不正確的來 來建議一下哦 我覺得好像view不錯耶 有點想推坑你view 因為它很簡單耶 也不能說 我不敢說簡單啊 但是 但是以我這個新手 來看view的時候 再來看react 我真的覺得 view比較親切一些 它有很多黑魔法啊 它就 就 中了 Anglas 跟那個 那個什麼 react的優點啊 嗯 而且現在view2 2.0 它的效能 不會輸給react 甚至 官方是說它的效能是高出react的 嗯 一定的 因為它的東西是更新啊 它就擷取 雙方的優點 去跑 對 因為它一代的時候 它是沒有那個virtual DOM 然後二代的時候 它套用了virtual DOM這個東西 那其實 其實那個react的賣點就是 它是virtual DOM 所以它做的東西都會先印在那個 虛擬的動檔上面 所以它才會去 去處理那個動就會比較快 可是現在view2.0的時候 就它不只是支援這個virtual DOM 它在 我覺得它在serverside那邊的使用好像也是 比較簡化了 嗯 比較簡化一些 因為像lalvel的部分 它就其實它就綁定了view這個東西 你看一個沒有背景的人 可以被lalvel這麼大的 這麼好的群組作為預設值 所以它可以建設讓它執政很厲害 應該是說lalvel會認定的話 一定是view它有 它有比react有更大吸引力 然後我記得就是有一個新聞是那個gitlab gitlab就是gitlab 他們也是啟用了view 嗯嗯嗯嗯 這個框架來取代react 因為我記得我在文章上面看到是說 他們原本是用react 然後後來好像因為什麼原因 因為我就是看的不是太懂 它裡面的那些道理 但是它是最後它結論就是說他們採用了view 來當作他們空間 對是沒錯 而且view的話你在樣板上面來做的話 應該會比較輕鬆一些些 對它吸引我的地方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所看到的 就是說它吸引我的地方是 像我們在react的話它是有一個叫 JSX 這個這樣的template的樣板 那在view它也有這樣的樣板的概念 但是它的view是變成說你可以放HTML 然後你也可以放CSS 然後跟那個sqp 是同時三個區塊放在同一個view template裡面 嗯哼哼哼哼 那這樣的話就變成是 它就是一個component 可是呢這個裡面呢 就有它這個component需要的 style 需要的這個腳本 的sqp 以及它的那個動 HTML 在裡面 在同時都在這個一個 一個file裡面 嗯哼哼哼 這樣就不用分開來啊 就變成你CS分開來 然後你那個HTML分開來 然後分得很細 它是反過來的 它是合在一起 對 對 它的pattern就是長這個樣子嗎 就是像你講的 你可以看一下它左邊 左邊那個template syntax 下面這個這個這個 應該會很吸引你喔 就是它 它好像有講到 這個 對不起 它講的這邊是語法 我想想看 它好像有講是 它是做成component的時候 它的template 的樣子 看一下喔 這個吧 好像 這個就是component 好像不是好像是在下面一些 Aventure嗎 Aventure 這個 這個 single file component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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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也許 大家可以拉下來看一下 喔 這邊 對對對 它就長這樣 template 就是它HTML trialscript 就是一塊 然後style 一塊 嗯 嗯 就不覺得很直覺嗎 就是 喔 就是這個component的 CSS 跟它的 那個script 然後它的 HTML 對啊 這樣好輕鬆好愉快喔 真的真的 很像 喔我沒有看過這個耶 這個就是跟那個 Media的那個概念是一樣的 Media也是這樣寫 對啊 然後所以它的css 就幫你分得很清楚啦 你就是這邊的 這個component 需要的css 不會跟別的css 混搭在一起 但是它是 它就是一個可以重新複用 重複使用的component OK OK 就是像我現在在弄的component是一樣 只是我現在 一個組件 對 你隨時都可以搬到新的 新的project裡面去 新的 專案裡面 你就直接把這個component 丟進去就好了 Css都寫好了 其實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relate其實也是可以的 像在這邊 這個component有沒有 你用 譬如說 剛剛新增的 這個 其實你的css 也可以夾在這裡面 你的css 你會把它定義成一個這樣子 然後等於 像我這個style就是css 他也是有一個class 可是他比較沒有做好 他沒那麼直覺 他看起來沒有 Css那麼直覺 但是我覺得是 各有利弊 像他這個東西 我還看不到他的生命週期在哪裡 生命週期嗎 對 因為像我們在寫開發這個東西的時候 他可以控制到比較細的東西 就是他有一個生命週期 有有 我找一下 我找一下 你講的是像是什麼 before 然後create 然後create instance 那個部分 那個部分 不是 不是 是那個 mount的部分 already 對對對 對對對 有有有 你只要mount 那我就知道了 有有有 看一下 我也正在google 等一下 那是有 因為像他這種 這種東西一定會用到那個東西 是 customer 可是我沒看到他的lads 所以就像你講的 他 他已經是 節長補短了 嗯 對 我也相信他這個東西 那麼 那麼多人認可 是一定有他的優勢在 而且我前幾天 有看那個 新北坊那邊 那個 他們有用一個 Aframe 在做那個 VR的部分 他也是用這個 view下去做 酷 他們可以做到 VR 然後用 vip vr下去 綁view 這樣子 真的是好酷 VR 我最近才看到 你發的那個 react.vr 我看到react.vr 我就哇 現在react.vr 要把魔手 伸進 VR去了 他們已經跟那個 什麼 o o 那個 你說view也可以嗎 view 他是用這一套 A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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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一個WV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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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就看大家可以看到一個3D的模型 這是最基本的 他是透過view下去做綁定 而且他還加入了一個 twin's master 這個 五間動畫的那種效果進來 那這個是 VR的 看到這個小圖 就是可以直接VR 酷喔 所以 我不會反對去學他 所以我也有開這個view的這個社團 我開的都是我自己有興趣 我不會開那種沒興趣 我是說 之後 大大可以考慮一下 把那個狀案 搬到view去 搞不好 因為我覺得現在 學view的新手 或者是說 學了react 然後再來學view的人 應該會比較多一些 而且你從react那邊學view 你就會覺得很輕鬆了 我是覺得是這樣 就是說 心理負擔 就是那個 那個mindset的負擔 可能不會比 比react大 嗯 因為你看著react的話 你就要 就要處理那個reduce啊 處理store啊 處理那些 我相信view也有 但是 我現在目前看 光是他template的component 的設計 我就覺得他可能負擔上 不會比react大 嗯 好啊 接下來下個禮拜的操作 可以考慮一下 可以考慮一下 下個禮拜早上 有興趣的話 來攻略好了 哈哈哈哈 都可以啦 我覺得 我反正興趣是攻略 就來玩玩看 這樣子 酷喔 酷喔 反正也有主角 之前也有主角來講過 你有聽嗎 那一堂 嗯 你說的是 我還確定是哪一堂 就是那個Andy菜 大大 就是那個 喔 有兩個Andy菜 喔 我都有聽 我都有聽 對對對 另外一個Andy菜 那一堂 Andy菜 跟viewAndy菜 哈哈 對對對 那一堂是算入門的部分 OK 好 好 大概就是這樣子吧 那 我繼續搜狂丸的部分 我是想把它弄完 成果 當然 當然啦 因為都好不容易都做到這個節骨厭了 對啊 把它弄完之後 其他的專案再來 用那個view來做完好的 沒錯 而且我想 我相信如果 你這邊 如果都 都摸完了 然後再來摸view 一定會覺得很舒服 很多Andy菜也要跳過來啊 另外一個Andy菜也要跳過來 我現在是直接 不想跳過 跳過 我想就直接來摸 我摸view 我覺得他還是 還是有他的好處啦 像 reactmentif 你如果以後想要 你就 你就學一次 對 對對對 我知道 因為我覺得 會想要學react的人 應該都是想要跨平台的 哈哈 好的 就是你要自己去看看你的需求 不過 Hughes大大說的沒有錯 現在那個 關於跨平台的部分 那個view也有 view出了一個叫Wix oh views view大大有說 對 他有貼在那個 那個chop c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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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天室裡面有 有那個網址 ok 他叫Wix Wix 他也可以 他也可以 對對對 他也可以跨 跨那個手機 手機的部分 我是第一次看到 等一下 看一下 喔真的嗎 喔那可以 可以稍微介紹一下 對 他就是專門做 做手機app的 一樣 概念跟 也 你說他是學 學習這個react native的話 也是不為過的 嗯 Cospend for speed 然後背後的公司是由阿里巴巴 來那個 對對對 所以他算是一個大公司的工程師來maintain的 只是看 看 有些人看有沒有什麼樣的 就是精神潔癖啦 就是 社團 這個社團 不知道台灣有沒有這個Wix 這個社團齁 查一下 W-E-X 還不多咧 可是東西還蠻新的 嗯 對就是如果 如果撇開 呃 兩岸的問題的話 哈哈哈哈 我是覺得 對我是 我是真的覺得在技術上 呃 view的 view的作者真的是蠻厲害的 而且其實他 他的mindset是很 很很很老外的 他的mindset是很 很外國人的mindset 他好像 工作好像也都是長期都是在 在國外 我有看到 幾 幾支他的 他的一些演講 對 他是之前是在那個 Google那邊工作 英文非常好 對 對 所以他的mindset 不是一般的中國的 中國開發者的mindset 對 我是覺得如果在技術上的話 可以 可以考慮一下 嗯 對 對 對 因為有時候跟朋友聊說 啊這個中國人做的 我還是學react 好了 哈哈 我有沒有跟我說 哈哈 技術不分國界啦 這個東西就 這樣子啦 可是 對啊 就有些人會有這種 精神的精神上的解癖啦 但無可厚非 無可厚非 無可厚非 好吧 那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要聊的 要不然就差不多 現在五點半了 哈哈 對啊 放飯了 作者是顧問 哦是Wix的顧問是不是 對 對對 因為他 他就是剛剛講的 Wix其實是由那個 阿里巴巴 這邊的 這邊的 的組織來做的嘛 嗯 這邊的法人組織做的 那跟 跟他本人是 是 是好像是切割開來的 可是他們又請 又請這個作者來 因為同樣都是中國人 所以就請這個作者來當他們的顧問 對 哦 哦 了解了解 欸 來 可以可以 那個 我們 看一下 如果下 我覺得 這個有個好處 我覺得這個有個好處 就是說 這個作者 他把自己的 的位子 會跟這個 中國的大公司 做一個分割 對 所以在關係上 就是說 他其實 他做了幾件事情 是他還跟 那個 Lavaro 那Lavaro他們去做很多技術上面的合作 嗯 所以我是覺得從技術上的觀點上面 他們的 的 視角 不會只是 中國技術開發者的視角 嗯 對 就會他們會吸收到 可能是 Lavaro那邊的 的一些開發的角度 好啦 他的這個 這個東西真的是一個 我看過最漂亮的一個架構 真的很漂亮 他的那個 整個框架啊 你要怎麼跑 他的扣啊 真的好簡單喔 就是直接打打打打 指令 打一打 就全部都幫你升好了 欸 跟你說一個一件事情 你會很意外 這個Viu的作者 原本是設計師 他是學美 他是學美學的 他是學美術的 他是設計師 他是設計師 他並不是工程師開發人 可是後來就是 因為他學了設計以後 欸 好像就是要做網站 網頁 所以他就去學前端的 就學 學成到現在這個 這個 這個境界 這個地步了 他之前是設計師喔 太強了 太強了 哎 像 我們只能follow別人的腳步而已啊 哈哈哈哈 不會啦 不會啦 嗯 嗯 那 看看其他大大有沒有什麼 要討論的 要不那就放放囉 對對對 那那個關於那個Circle的部分 呃 有在那API上面有 大大有有空的話 呃 也許可以看一下 我記得剛剛我有瞄到 好像在 好像是在Instance 那邊吧 我 我找一下 沒關係我 我晚一點我把那個網址給你 哦 好好好 目前是還沒有看 好 嗯 那今天這樣 我們的immunable 竟然沒有進度 哈哈哈哈 然後再往下攻略說 啊 明天有後再開好了 嗯 嗯 不 不 不過我這樣想喔 就是說 immutable它可以 它也可以跟那個 因為我當時我 我先這樣講好了 我覺得我學immutableJS 應該是要跟react react來做結合 嗯 對 對 因為react的 它的 它是要管理它的 它的那個 State嘛 然後就是這些東西 可是我後來還在想 因為我想要學 學 vue 那我就有看說 有很多人說 vue其實也可以跟 immutable 來做結合 對 你說的這個部分應該是指 reduct的部分 哦 對對對 因為它它 屢大使好像 vue有一個 vue x 嗯 那個vue x 好像就是在結合 那個 屢大使的部分 哦 我要是不是 我上次好像 不知道是聽誰說的 對啊 他應該是在講這個部分 然後我不知道阿波爾 有沒有支援vue 看一下 因為這個東西也是要學 哦 不要補q 我上次好像沒看到 他有支援vue 欸對 他沒有vue 嗯 這個東西是那個 media的團隊出來做的 然後 他們現在主力的產品是這個東西 然後他們 for react angle 有沒有看到 沒有看到 所以這個部分 之後看會不會再加上去吧 所以你現在用那個 呃 像那個media 它有一個很 很厲害的技術 就是剛剛講的那個 樂觀UI 然後他就會有 optim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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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個發音 對有好幾個點 滿難 滿難念的 optim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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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大約 對後面還有一個可的發音 但是可以輕一點 optimistic optimistic 那個ui介面就是你 我們之前有在討論嘛 就是先前到一下子就先把效果run出來 然後都在做一次比對 那如果跟你run出來的東西有不一樣 再把它reload到新的那個資料這樣子 那apollo跟 relate relate都是在做這件事情 可是它的套件會讓你更容易去用這樣 你就直接把它引進去你就可以開始玩它的那個效果 嗯 嗯 嗯 不好意思 其實我我我我我對那個grubQL的理解好像是說 它可以把許多 許多 seql的 的 的需求就是 請求變成是 一句 需求 可以可以這樣理解嗎 可以啊可以啊 沒錯 那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它這個reload start裡面這邊有一個 它也是用Wave for QL 然後 但是它有兩個端點要打開 這個就是reload for的端點 因為它要讓你的FP 去有這個端口進來 可是如果你開了很多一般傳統 像那個 那個 Lalaveo它這個東西就要開好多好多的這種東西 那它的窗 它的 因為Lalaveo一定是reload for的東西 所以說 Lalaveo 它的這個東西我還 比較不能接受就是 因為它沒有支援grubQL這個部分 那 那你像我們剛剛你講的部分就是在這裡 它只支援一個端口 你所有的變數就是在全部都塞到這個端口 裡面去做 這樣子 哦 所以它總共開了三個端口而已 一個是這個 那一個是 兩個是這個 總共開三個哦 可是如果你用Lalaveo或者是傳統的 你要開可能 城市大概等一下看幾百支可能都有可能 啊你這種端口你開的越多 比如說你對外暴露的那個 口越多越不安全 這樣子 對對對 你可以想像說你有一個一個城市 忘記做一個osho的部分 那個就變成漏洞了 好那如果我們只是對它這邊 就是鎖它一定是osho嘛 那我們只要做一次的osho 那是不是差很多 哦 對啊 所以它這裡應用的部分 好像是應用在登錄的部分 那還是說還是有其他的API 都是可以這樣子 這個造本全科 沒有沒有它這個是舊的Restful的API 那這個才是真正它的GRAV4QL GRAV4QL就是長這個樣子 因為我還是 我還是沒辦法理解那個邏輯 是說 我還是要 一般的Restful API 是我還是需要去做到很多的 很多的語法 就是SQL要做很多的需求 可能我可能 要去抓什麼抓什麼 要去 去 讀 read很多東西 但是說 現在是變成說 GRAV4QL 它是可以做到 把很多的語法 組合成一句語法 所以我不需要跟Database 叫 叫很多次 我只要叫一次 嗯 是這個意思嗎 還是說其實 也也不完全是 因為像 有一種東西叫做 關聯式你知道 那關聯式的語法 就要下 在你的 要做到關聯式 你用Restful的話 其實你要下很多斜線 然後你要去定義好 你的那些東西是什麼 比如說我今天 我要定義 我今天要抓User的 Command 那我可能還要再下一些 額外 我要拉十筆資料 然後 然後 command是十筆 然後 我不希望有 日期大於2016的 我不顯示 好 你要下來你猜 喔喔喔喔 我知道有一些 有很多option要放 你就要把這個窗口 這樣一個一個對應好 而且你就要把這個洞 對應好 這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那 那你今天你用了這個東西 你用了GRAV4QL 你就不用去 那如果 如果是用參數呢 就是我們是用問號 然後那個什麼 什麼get 什麼東西的 嗯 你就這樣 就是那個 問號 對對對 然後id等於 或者是 什麼等於處 對處 那還是一樣啊 它還是會有很多問題啊 比如說 嗯 好像 它的問題是什麼 哦 這容易就變成有 ccode ejection的問題嗎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問題是什麼 嗯 比如說 還有什麼問題呢 我這樣看 哦 還有就是你的 的自傳染的問題嗎 你可能它有一定的限額的 字數嗎 這是第二個問題 因為它這個是用post的方式 哦 對對對 那 然後還有什麼問題 我想想看 嗯 嗯 嗯 好 你今天你比如說你要做到三層的話 你還是要規劃這個這個東西啊 我是覺得它的優勢就是主要是在讓你做觀念式可以很輕鬆這樣 no ok ok 大概是這樣吧 啊這你有看過我玩過嗎 就是比如說我今天是post 然後 今天把post的title拉出來 然後我今天 還想要再做一個common 我我我我我我只看到了時候我就覺得好像他可以做關聯式 那種join的感覺是很方便的 嗯 就是說好像是要join另外一個table的時候 這樣寫好像就 就會比我 我自己要去做join 其他的table 進來 方便很多 對啊 像我這樣子就join完了 所以它 它是可以用這個來取代我 我一般的 一般的這個sql的寫法 join的寫法 嗯沒有沒有 它這個東西就是你先把一個東西傳到後段去 那後段會去解析它 哦 它只是做一個這樣的動作而已 就是說你它它有它自己的對應的寫法 那你必須說你 把這張圖來講好了 我們剛剛在看的東西 它這個有一個叫做 greSQL的server 那我們在做的動作就是這邊下query 嗯 然後你query完之後 它其實會response一個json的答案給你 那這一般我們的需求是這樣子 嗯 然後 我們真正在做對 seql data seql 做server的時候 我們這邊其實還要再寫一段程式去轉 好比如說你的資料撈進來了 那你是用 比如說是用signize 你是用那個express加signize的部分 或是用mangoDB的部分 你還要再轉一次 比如說 它這邊 可是它有提供ORM 所以說你也不用寫太多的那種程式 在這邊有一個data 那它可以定義 query model ok 比如說我們看新聞好了 新聞的部分就是它會定義好 你從這邊 去 一個model 這個type type 這邊就是你定義好的部分要對應前端的 嗯 你這邊所有的定義檔就會顯示到前端的 剛剛那個殺箱的這個部分 是 那它定義完進來之後 你要再做真正的寫入的動作 或者是撈資料的部分 你就是要從你的語法去去撈 那譬如說這邊應該是 就是 它會去抓一個東西叫做feature 先先看喔 list 這邊有一個URL 然後這個URL就是這一段 把UiBoot資料進來 然後去符合 因為這就是我講的database的部分 你可以抓你的 你的那個什麼 mysicle 或者是你的 或者它這邊是用URL去解析嘛 不管你是什麼東西解析來 你就是符合它的格式 然後它就to tototo資料給你 這樣子 你就要是你的那個item 對 它的做法是這樣 然後它的圖 剛剛看到的這張圖 這邊 它這邊的URL 就是你可以把它想像的 是datasource 你可以把它指定 是一個mysicle 或者是mysicle db的部分 那它只是做一個前端的讓你接進來 然後你的格式要符合它的格式 它是方便讓你去做這件事情 做這件事情 然後它未進來之後 它就把格式吐回給你 這樣子 你撈到的資料 吐回去給你 這樣子 一進一出啦 就是很方便 這樣子 好了 好的好的 好的 OKOK 那我扭空再繼續 明天看有沒有空再繼續來 聊Immulable 或者是Apple 之類的 好 OK 先這樣子了 拜拜 謝謝 謝謝大家今天的參與 拜拜 謝謝波大大 辛苦